挑戏! 吴殷宁不甩府会不被寻! 意缘轰! 践踏监督权! 图TVBS 北农总经理吴殷宁上任以来争议不断,多次在市议会被寻时遭议员们重炮抨击,日前他就已放话这会期不会到议会被寻,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到议会施政报告时。 议长吴碧珠才是吴不应规避监督,可也称吴该前往被寻。 今,19日,是裁剑部门质询首日,吴殷宁如同先前预告魏先生,还在开会前一小时在脸书发文,重申自己是遵守法规。 图番设自吴殷宁脸书 吴殷宁今日中午在脸书TO出一段近二分钟的动画,指出北市府投资北农股权未过半,依照经议会通过规范相关权责事项的台北市政府投资事业管理监督自治条例。 其中包括由何人到议会列习等法规,不管谁在市府投资的公司内担任总经理或董事长的职务,都应遵循法规,因此有关体制自己会遵守法规。 吴殷宁的动作因发多名北市议员不满批评,徐世勋直批,吴殷宁不来被寻还发文,这完全是在挑战议会以及议长的才势,若是否默许这种行为真的很要不得。 汪志冰也不满自己有请吴殷宁被寻,但北农最后却致派主密参加,戴希辛质疑吴殷宁称之寻不必去却会出席裁建委员会工作报告的逻辑。 既然这样都不用去,北农的预算也就不要审,裁建委员会召集人钟晓平则认为,包括市长、议长和委员会召集人都要求吴前网被寻。 但伍却不甩府会要求,根本是建议会监督权,直言若吴殷宁不辞职,委员会不会审查相关预算。 对于议员接连炮空,产发局长林崇杰表示,是否有正式行文给吴殷宁,表示若议会有邀请就必须出席被寻,吴在脸书的发文似乎是没有必要做的动作。 市场处长徐璇宁表示,市场处又不停打电话,发公文要求吴殷宁被寻,但从吴殷宁脸书发文的意思看来,不是在遵守他所认为的法令。 图TVBS北龙总经理吴殷宁上任以来争议不断,多次在市议会被寻时遭议员们重炮抨击,日前他就已放话这会期不会到议会被寻。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到议会施政报告时,议长吴殷宁才是吴不应规避监督,柯也称吴该前往被寻。 今,19日,是裁剑部门质询首日,吴殷宁如同先前预告魏献身,还在开会前一小时在脸书发文,重申自己是遵守法规。 图翻设自吴殷宁脸书。 吴殷宁今日中午在脸书PO出一段近二分钟的动画,指出北市府投资北龙股权未过半, 依照经议会通过规范相关权责事项的台北市政府投资事业管理监督自治条例, 其中包括由何人到议会列习等法规, 不管谁在市府投资的公司内担任总经理或董事长的职务, 都应遵循法规,因此有关体制自己会遵守法规。 吴殷宁的动作因发多名北市议员不满批评, 徐世勋直批,吴殷宁不来背询还发文, 这完全是在挑战议会以及议长的财势,若是否默许这种行为真的很要不得。 汪志冰也不满自己有请吴殷宁被寻, 但北农最后却致派主密参加, 戴希辛质疑吴殷宁称志寻不必去却会出席裁建委员会工作报告的逻辑, 既然这样都不用去, 北农的预算也就不要审, 财建委员会召集人钟晓平则认为, 包括市长、议长和委员会召集人都要求吴前往背询, 但吴却不甩抚会要求, 根本是建他议会监督权, 直言若吴殷宁不辞职, 委员会不会审查相关预算。 对于议员接连炮轰, 谄罚局长林崇杰表示, 是否有正式行文给吴殷宁, 表示若议会有邀请就必须出席背询, 吴在脸书的发文似乎是没有必要做的动作。 市场处长徐玄某表示, 市场处有不停打电话, 发公文要求吴殷宁被寻, 但从吴殷宁脸书发文的一字看来, 吴是在遵守他所认为的法令。 图TVBS北龙总经理吴殷宁上任以来争议不断, 多次在市议会被寻时遭议员们重炮抨击, 日前他就已放话这会期不会到议会被寻。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到议会施政报告时, 一掌吴帝朱才是吴不应规避京都, 客也称吴该前往被寻。 今, 19日, 是裁刑部门质询首日, 吴殷宁如同先前预告魏献身, 还在开会前一小时在脸书发文, 重申自己是遵守法规。 图番设自吴殷宁脸书。 吴殷宁今日中午在脸书PO出一段近二分钟的动画, 指出北市府投资北农股权未过半, 依照经议会通过规范相关权责事项的台北市政府投资事业管理监督自治条例, 其中包括由何人到议会列习等法规, 不管谁在市府投资的公司内担任总经理或董事长的职务, 都应遵循法规, 因此有关体制自己会遵守法规。 吴殷宁的动作因发多名北市议员不满批评, 徐世勋直批, 吴殷宁不来背询还发文, 这完全是在挑戏议会以及议长的财势, 若是否默许这种行为真的很要不得。 汪志冰也不满自己有请吴殷宁被寻, 但北农最后却致派主密参加, 戴希辛质疑吴殷宁称之群不必去, 却会出席裁建委员会工作报告的逻辑, 既然这样都不用去, 北农的预算也就不要审, 裁建委员会召集人钟晓平则认为, 包括市长、议长和委员会召集人都要求吴前往背询, 但吴却不甩抚会要求, 根本是建他议会监督权, 直言若吴英明不辞职, 委员会不会审查相关预算。 对于议员接连炮轰, 谄罚局长林崇杰表示, 是否有正式行文给吴殷宁, 表示若议会有邀请就必须出席背询, 吴在脸书的发文似乎是没有必要做的动作。 市场处长徐选某表示, 市场处有不停打电话, 发公文要求吴殷宁背询, 但从吴殷宁脸书发文的一字看来, 不是在遵守他所认为的法令。